然后下面是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练习吧 大家在做我们这个练习的时候需要安装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World2Metal模型给它实现出来 不是我们手移动实现 就是用人间的一个库 这个库的名字叫做一个G-SIM 需要大家先把这个G-SIM这个库给它装起来 现在这里给大家写一下吧 就是我们一共需要装几个东西 一个叫做一个BS4 这个BS4它是对我们数据处理所用的 比较清楚一些关于一些 因为有一些数据它是HTML网页扒下来的 如果说你是一些HTML就是爬子从存下来的数据 需要去除一些特殊字符 我们可以用这个BS4这个东西给它去除一些特殊字符 然后有个东西叫做NLTK 这个NLTK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它是我们自然源处理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库 这个库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种就是 我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些自然源处理的方法 在这个库当中都会有一个实现的 NLTK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自然源处理库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G-SIM 这个G-SIM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什么 就是做World2Water模型构建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这个G-SIM这个库 对 NLTK的SIM主要是降低我们的一个计算反达度的 而且让你的模型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的 然后的话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个库 然后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下 有个东西叫做SK-Learn SK-Learn它是专门用来做机器学习的 这个也如果说大家属于机器学习应该用过这个东西 在这个SK-Learn当中啊 它其实相当于是封装了很多很多个啊 咱们的一个就是机器学算法 比如说你能想到的逻辑回归啊 线级回归啊 直向机啊 随机身体啊 这些都能在我SK-Learn当中去找到 然后呢 在我的SK-Learn当中啊 不光有这些工序 它还包含了一些数据处理 模型评估的一些问题 数据处理 比如说特征提取啊 咱们一会儿给大家讲一种特征提取的方式 然后inSimple模块 它可以做一些算法的一个集成 Matrix模块啊 它可以做我们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评估标准 SK-Learn当中啊 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值得大家去用的 如果说以后大家啊 想用这个Python做机器学习 SK-Learn这个页库啊 是最经典 也是最好用的页库 也可以说是拥有人最多的一个 然后这个NLTK啊 当我们第一次用这个NLTK的时候 然后可能还要去 还有一些问题 我看一下啊 就是我的一个 我找一下我的一个NLTK吧 这块有一个NLTK.download 我找一下 它我也得前哪去了 在这呢 第一次啊 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先需要就是 当我们把这个NLTK给它装好之后 我们需要执行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NLTK.download 它的意思啊 就是不是说要 哎呀啊 这个我还得把上面执行一下 它的意思啊 不是说我们要去下载这个NLTK 而是说我的一个NLTK啊 其实这个库强大强大在哪啊 并不是说啊 强大在就是说 它底边集成了很多模块 但是这些模块啊 就相当于是 我们必须先给它自己进行一个安装 它里边包含了一些操作 还包含了一些语调啊 数据集之类的 当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先给它自己进行安装 你通过你的一个Promate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是我们打开这个Anaconda 然后打开AnacondaPromate 然后里边进行一个PIP Start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PIP Start完之后啊 它还没有包含一些 它的其他的一些工具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执行 它的一个点download的 NLTK NLTK它是 它理论上是 对中文也是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可以想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件事什么 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 嗯 其实NLTK除了不能对中文做分词 其他的事啊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分词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 额外用一款额外的分子器了 比如说有一个接八分子器 接八分子器啊 是比较好用的 到时候再给大家说一下吧 接八分子器 大家用到时候再去用就可以 然后这就是啊 我执行了NLTK.download之后 它会进来这样一个窗口啊 进来一个窗口之后 我们可以去下 嗯 就是这里我们来看吧 这里有一些package 相当于它里边啊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包 如果说当你用NLTK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可能你看了一些教程 看了一些文档之类的 然后呢 然后啊 它里边跟你说了一些函数 然后一会儿 然后实际你用的时候 哎 它给你报了个错 说你这个东西啊 找不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 所有的一个包当中啊 去找 比如说这个 Bron 它是一个 Bron大学的一个数据集 它里边是既包含了很多个数据集啊 又包含了一些其他的一个操作 它的一个库啊 它从内容的一个量来说啊 还是蛮多的 在这里呢 它有很多很多啊 反正这个东西啊 我用的也有用的也不多啊 只是知道 它里边有一些操作 基本上都有的 我们来看 这有个stop words吧 stop words是我们之后 可能会用到的一个停用词啊 咱们用到再说 但是在你用之前啊 你都需要就是点一下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白色的 它后面有一个就是status吧 它这个状态是没有安装的 安装好之后呢 它是一个绿色的 你用哪一的时候 我们点一下download的 点完之后呢 如果说你网速还可以的 默认啊 咱们下面这两个东西 暂时解 暂时我基本上 反正我也没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直接点上它的一个download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模块 给它装好 装好完之后 你再重新啊 执行一下我们的一个单元格 它就可以直接重新运行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LTK啊 第一步 我们需要先把它的一些download 一些基本东西啊 先把它搞定 接八分子器有比较多吧 因为我只用过接八 我没用过其他的东西 好一些上用的 花钱的我都没用过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嗯 现阶段啊 咱们用这个接八分子器啊 其实暂时已经是足够了 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一堆酷啊 然后咱们接着说啊 然后第一步 我们还需要把数据读进来啊 这块pandas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pandas这个东西是 我们去读数据 还有处理数据当中啊 用的最多的一种 就是用最多的一个工具了 在这里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 它是一个csv的格式 所以说我直接啊 read咱们当前的一个csv 把我的一个数据读进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啊 我可以看一下我当前的数据的一个长度 是有两万五千条的 这个数据什么 这个数据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一个影评数据啊 比如说现在我有很多很多个电影 然后呢 我并不关注啊 它是电影当中的哪个 我只想根据用户的一些评论 然后建立一个模型啊 把用户的一个评论 给它得出一个结果 它是到底是一个 就是喜欢这个电影 还是不喜欢这个电影 或者说它的评论是一个积极的 还是一个消极的 就是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我们的一个数据当中啊 我们用我们的一个呃 判断的读件数据啊 它是一个dataframe格式 就是一个呃 反正它就是一个举 类似矩阵的 有一个行和一个列来组成的 但我们想就是展示我们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用dataframe.head .head完之后啊 就可以得出来当前的一个数据 是长什么样子的 左边啊 这是ID 就是说啊 这个ID对我们来说是没用的 相当于是每一个样本 我们都做了这样一个标号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情感 就是有一个0和一个1啊 表示着 他到底是喜欢这个电影 还是不喜欢这样一个电影 我们就要做这样一个分类的一个任务 然后这样一个review啊 就是他对当前的一个电影进行了一个啊 反正就是进行了一个描述吧 哎呀 就是进行了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就是一些字符嘛 反正我们也不关心到底是哪个电影啊 只需要知道他是写了什么样的话 然后呢 给这个话打上这样一个标签 我就有这样一个的一个训练集了 那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来了 现在我们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数据是一个自然员数据吧 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换成一个机器认识的东西呢 你要做任何算法啊 先回归 逻辑回归啊 或者是任何算法都需要把它转换成一个向量吧 那我们一会儿啊 就会做这样一个向量转换的一个任务 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啊 要先做这样一个预处理的一个任务 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BS4啊 它是一个 其实是我们关系 喜欢就是用帕虫的时候 需要进行处理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里呢 我们用它是去掉一些HTML的标签 因为在这数据当中啊 可能会出现什么-BR 之类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移除一些标点啊 这些标点对我来说也是没用的 还要做什么 还要做分词吧 这个我们拿到的数据是一个英文的数据啊 英文数据就简单多了 英文数据我们省了一步 省了一步就是一个分词 如果说你拿到一个是一个中文数据啊 你还需要自己先处理一下 比如说你用那个接八分子器啊 去点CUT啊 一句话 然后给它切分成一个分词 加分子器啊 也是挺好用的 我之前都是 反正我也没做过一些什么商用的 一些自然联储的东西 用一专门做图像的 我在做一些案例啊 或者是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啊 用那接八分子器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个东西还不错的 我觉得大家暂时也没必要去 嗯 做一些商用的 等你公司真有钱的话 买一些商用的再说吧 然后呢 还有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停用词 我们还要去掉这样一个停用词 什么叫做一个停用词啊 比如说在文章当中啊 经常出现的一些词 但是呢 它又没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 我说一下 比如说是我 今天去打篮球了 那这句话当中 是不是有一次没用 哪个字没用 勒是没用 然后今天去打啊 去字可能也来说 也是没有什么用 我只是想知道 我的一个内容主体什么 我的一个内容主体 就是我一个打篮球 这不就啊 就是一个篮球 不就可以了吗 我篮球 这就知道了 做了一件什么事 所以说啊 在这里有些停用词 对于英文来说当中呢 比如说什么 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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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 我来看一下什么这啊 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是没用的吧 什么这啊 这个只是一个虚词 然后它对我来说也没用的吧 什么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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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s啊 Also啊 这些来说 对我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停用词 因为这一句话 有没有这个词 只是它读起来更通顺一些 但是呢 它没有实际起到一些作用吧 所以说啊 在我的一个文本库当中啊 我希望把我这个文本做的更干净一些啊 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个去停用词 咱们一个自然语言的一个文本书以来之后啊 通常情况下啊 我们都需要去做这些任务的 这些任务啊 都是必做的 如果说你不做这些东西啊 你的一个文本是一个比较乱的 这个时候你的一个就是最终建模写效果肯定是不好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不什么都不做我建模怎么样 以及我们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件事啊 最后我们把我们当前处理完的一个结果啊 重新的组成了一个一句话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一步步去怎么去做的吧 其实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把它可以当成是一个模板就可以了啊 也不用特意的去记这个东西 嗯 这里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怎么样去去掉它的一个HTML标签 这里我这个例子当中啊 可能去的HTML标签比较少 可能有些有一些样本当中有啊 但是主要主要都是样本当中可能是没有的 我们可以就是什么BR那些 反正大家如果说喜欢爬城旁数据 可能见过我们正常的一个数据啊 没有这么干净的 要去一些HTML标签啊 然后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按照我们当前导致下的库 然后呢 把我的一个库啊传进去 它就会把我的一个标签给它去掉 到时候大家把这项代码这些复制过去就行 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种基本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第二步啊 去这个标点符号 去它的一个标点符号啊 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自书串的一个匹配的一个东西啊 像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这个东西啊 就是也当成是一个模板吧 就是从从我们的一个起来字母到大约字母啊 这些是我要留下来的 然后其他的东西呢 我都不要在这里 又把我的一个原理数据啊 做了这样一个过滤 用一个RE RE呢 是专门用来去做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一个模块 到时候如果就是这个东西适合做什么 适合做一些筛选 比如说适合做一些过滤啊 比如说你的数据当中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啊 都给它过滤出去 这也是我们经常去做的一些事情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我的一个标点符号过滤出去了 因为对我的模型来说啊 我认为标点符号 如果说你不过滤啊 它可能会认为你的一个标点符号 它也是一个词 也会给你进行一个计算的 所以说 现在呢 我把我的一个标点符号啊 也都给它去掉了 然后呢 在我的一个词当中啊 我认为大小鞋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现在呢 我就把我的一个这个句话来说 当中可能有一些大写字 有一些小写字 如果说你不做这样一个大小鞋转换 它会认为你这个大小鞋是两个东西 但其实上来说呢 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吧 在这里我又做了一个小写 然后呢 又把我的小写啊 点split一下啊 split完 它就是一个个词的 下面呢 就是我的一个一个一个的词啊 在这里我的一个中文字当中啊 就是一个i watched this movie 然后relai杂地啊杂杂地啊 说一堆 反正就是把我的一个所有词啊 放到一个例子当中 例子当中呢 每一个元素是我当前的一个词 那这块啊 就是我现在啊 做完了前几步啊 把我的数据先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清洗 然后后面一步干什么啊 后面一步我要去做我的一个stop wars吧 这个stop wars啊 咱们可以用那个nltk去下载一个停用词 也可以用网上一些现成的一个模板啊 停用词模板网上作为是啊 就是大家可以 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份啊 就是stop wars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自己的去找一些其他停用词 然后往里进行一个丰富也可以 咱们现在这个英文啊 可能大家用的比较比较少 普遍来说用中文比较多 中文的时候还有一些停用词表 用的比较多什么海龙大的停用词表啊 还有某某一些大学啊 都有一些停用词表 这些啊都是一些公开的 网上一下有一大堆的 其实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他就是说在这里判断了一下嘛 如果说呀 我这个词他是不在这个 不在这个停用词当中 我就得拿出来 在停用词当中啊 我就给他不要了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相比是个过率嘛 咱们来看吧 之前的一个词当中啊 是不是有什么 i watch this movie啊 咱们再来看 现在呢 去完停用词之后 watch the movie i watch this movie i和 this 都给去掉了吧 所以说相当于啊 停用词是一些啊 不太重要的东西 先把这些词啊 给他进行一个去掉 去掉完之后啊 我就得到了一个啊 比较干净的一个文本数据了 这是我先对我的一个数据啊 进行咱们的一个预处理 然后呢 上面是我给大家 一步一步分开去写的 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然后这块呢 给他写成这样一个整体啊 写成这样一个整体 相当于是第一步 去我们爬宠的一些东西 第二步去我的一个啊 就是把就是去一些 咱们的标准符号 第三步呢 去把我转换消息 第四步做我的一个提供词的一个转换 那现在啊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数据清洗的一个工作 这个数据清洗啊 写的还是比较简单啊 其实数据清洗可以做的事特别多 我们也可以就是 我们可以可以做什么一些黑白名单啊 在明白当中啊 做一些一个匹配 当时我也在公司做过一个 做当时我们也要做那个客服机器人的 然后当时这个数据 要清洗啊 是最难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去就是爬那些对话的数据嘛 爬那些对话的数据的时候啊 普遍来说爬出来的东西都是特别特别乱的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玩玩爬宠啊 那我我虽然说不是专门搞爬宠 但是我们那是专门发生工程师 我看他们爬来的数据 因为他们爬来的数据 都是由我们这边来处理的 他们爬来的数据啊 特别特别乱 就是所有你能想到的情况都是存在的 就是反正数据清洗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然后反正之后大家在今天从业的时候啊 也得想好 反正就是你去 可能你去一个公司 然后说是一个做大数据的 然后你到了之后 可能就去干这个数据清洗这个活 然后我也之前也被坑过这个事 然后这块就是我们对数据 又简单的进行了一个清洗 清洗完之后啊 这数据是稍微纯净一些 然后呢第二步啊 就是我们把清洗完的数据啊 加入到我的一个DataFrame当中 第二个DataFrame当中啊 我们就是play一下 嗯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首先啊 就是我写了一个函数嘛 肯定一下我的一个TIT TIT里边传件什么啊 相当于传件来是我DataFrame当中的一条数据 我对每一条数据都执行了 这样的一个清洗的工作 所以说呢在这里啊 我可以掉我的DataFrame 就是我的一个数据 我的一个数据当中啊 我把它的一个review拿出来 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原始的一个数据吧 原始一个评论数据 然后让它apply一下 然后应用到我的一个自定义函数 Pandas当中啊 它的功能是特别特别强大 就是如果说你写熟练了 你可以写很多种自定义的方式 它相当于是会对你这个DataFrame当中的一个review review相当于是一个series结构 在这个结构当中啊 它就会就是掉你的一个自定义函数 然后对其中的每一条数据啊 都做这样一个事 做完这样一个事之后啊 我们现在在DataFrame点head一下 我就把当前的一个结果啊 给它拿到手了 这就是我最终啊 我的一个啊 Clean的一个review 拿到CleanReview之后 我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建模的工作了 然后后面这个建模建模的一个任务啊 还是还是有点多啊 然后咱们就周四再给大家去说怎么样 咱们周四啊 就接着先把这个案例讲完 然后咱们再讲下一步的一个 下一步的一个任务吧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 World2Vector的一个模型啊 咱们周四再给大家 接着去说啊 这个事儿 然后上一时间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咱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吧 好